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信道就很快被空闲下来 因而提高了信道的利用率 这种边发送边监听的功能就称为冲突检测 当一个节点有分组到达时 它首先真听信道 看信道是否空闲 如果信道空闲就立即发送分组 如果信道忙 那么就连续真听信道 直到信道空闲后立即发送分组 这个节点在发送分组的同时 监测信道一定的时间 以便来确定这个节点的发送 是否与其他节点发生了碰撞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边说边听 如果没有发生碰撞 那么这个节点就会无冲突的占用这个信道 直到传输结束 如果发生了碰撞 那么这个节点就停止发送 随机的延迟一段时间之后 再重复整个的过程 在实际应用中 发送节点在检测到碰撞之后 还会产生一个阻塞信号来阻塞这个信道 防止其他的节点没有检测到信道 冲突这个现象而继续传输 这个就是一个强化干扰的功能 总的来说呢 SMA CD接入协议 比SMA多指接入协议的控制规则 增加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边说边听 第二点就是强化干扰 第三点呢就是碰撞检测窗口 这三个作用 三重作用来实现这个冲突检测 提高信道的利用率 说呢就是数据的传输 听呢实际上就是载播监听 任何一个发送节点 在发送数据的同时 持续征听信道的碰撞情况 只要检测到有碰撞 立即停止发送 这个时候数据可能还没有发送完成 这个目的呢 因为呢只要发生碰撞 之后进行的数据传输呢 均是无用的发送 所以说呢 在检测到碰撞之后立即停止发送 这有利于提高信道的利用率 强化干扰指的是呢 发送节点在检测到碰撞之后 并停止发送之 强化干扰指的是 发送节点在检测到信道 碰撞并停止发送之后 立即改为发送一段一小段强化干扰型号 以增强碰撞检测效果 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提高网络中所有节点 对于碰撞检测的这个可信度 保证了分布式控制的一致性 任意一个发送节点如果能完整的发送一个数据帧 则停顿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呢可以是两倍的最大最大的传播时延 并监听信道情况 如果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生碰撞 并可以认为呢 这个数据帧是已经发送成功了 如果这个区间内有碰撞 那么很有可能了 这个数据帧呢也没有发送成功 那么我们称这个数据 时间区间呢为碰撞检测窗口 那碰撞检测窗口的目的呢 就是有利于提高一个数据帧 发送成功的这个可信度 如果接收节点在这个窗口内发送 硬达帧 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这个回复针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这个硬达呢 传输成功 下面呢我们学习这个 有冲突避免功能的 咱们真听行动就是协议 也就是CSMCA协议 CSMCA呢对CSM的另一种改进方法 通常是用在无线系统当中 一台无线设备呢 它不能在相同的频率或者是信道上 同时进行接收和发送 硬要呢不能采用碰撞检测的这个技术 因此呢只能通过冲突避免的方法 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在我们现在大量设备使用的 IEEE802.11的这个无线局域网的标准当中呢 就采用了CSMCA协议 它不仅支持全联通的网络拓扑 同时支持部分联通的网络拓扑 这个图呢是一图呢告诉了大家 CSMCA的这个基本工作过程 节点在发送数据之前 先要发送一个预约帧 在这个图中呢其实就是一个RTS的帧 那么所有呢节点收到这个RTS帧之后呢 就会更新一个AV 并缓存 缓缓发送 目的节点B呢的NV呢是0 并且呢发送硬达帧CTS 在RTS和CTS中呢都包含了要发送分阻的长度 那么这里有一个概念呢就是NV的概念 我们用下面这个示意图呢来给大家进行讲述 那么这个图中呢 那么这个图中呢原节点呢在想要发送数据之前 先发送一个RTS这个帧 RTS这个帧那么当目的节点呢收到RTS这个帧之后呢 它发现呢是原节点想要给自己发送数据 那么目的节点呢就会回复CTS帧 如果原节点呢它可以收到了CTS帧之后呢 在过一个很小的时间间隔之后 它就可以给目的节点发送Data 并且这个数据帧发送完了之后 它需要等待一个时间间隔 在这个时间间隔就是T2的这个时间间隔内呢 目的节点收到了这个收到数据的目的节点呢 会给原节点回复一个回复帧 ACK这个帧 如果原节点呢收到了ACK这个帧之后呢 它就认为这个数据呢是发送成功了 那么我们这里给大家讲到NV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第三行呢这个我们代表了其他的节点 其他的节点就是说原节点发送出去的这个RTS 以及目的节点发送出去的CTS呢 其他的站点呢都有可能会接收到 那么当其他的站点接收到了原节点发送的RTS之后 它设置NV这个变量为一段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间隔呢 足以使得这个原节点和目的节点完成一次数据的交互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其他的站点 在他收到了CTS这个帧之后 他也会设置一个NV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呢也是为了保证 这个原节点和目的节点完成一次数据的交互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图中如果是其他的站点 那么他在这个阴影区域的这个时间段内呢 是处于静默的 为了保证了这个原节点和目的节点之间的这个数据的成功传输